一马公司贪污案关键人物刘特佐被指 尝试以15亿令吉要求撤销所有刑事控罪 却被总检察署一口拒绝 公众党巴西古党区国会议员哈山卡林 大赞总检察署做了正确的决定 但也质问政府为何与刘特佐的代表多次会面 和罪犯讨价还价 至于刘特佐给钱销案的献议 则是证明对方的确涉案 负商刘特佐被指试图以15亿令吉和政府和解 撤销他涉及的一马公司贪污案所有控罪 公正党巴西古党区国会议员哈山卡林今天发文告 认同总检察长丹斯里伊德鲁斯哈伦 拒绝这项现役的决定 因为刘特佐是国际通缉犯 我国政府不应该和一名罪犯谈判 哈山卡林质问刘特佐 是不是觉得我国司法很便宜 可以用15亿令吉变卖 认为只要价钱合理 我国司法和总检察署就愿意串通罪犯撤销控罪 总检察署拒绝刘特佐给钱销案 这般无理的献议是非常正确的决定 哈山卡林向刘特佐喊话 如果有尊严 而且坚信自己是无辜的 就应该回国面对控罪 而不是躲在国外 如今委派美国律师在委托前总检察长丹斯里阿班迪协助和政府谈判 恰恰证明了刘特佐承认自己涉及一马案 如果真的清白又怎么会愿意支付15亿令吉 不过哈山卡林也感到不解 为何阿班迪愿意接受刘特佐的委托和政府谈判 阿班迪是否认为我国刑事罪可以用钱解决 难道他就不知道刘特佐涉案导致我国亏损超过500亿令吉吗 哈山卡林也质问总检察署 为何要多次谈判之后才拒绝刘特佐 而不是一开始就拒绝 同样费解的还有行动党五级牛鲁尔区国会议员兰卡巴兴 他今天发文告要求阿班迪解释为何接受刘特佐委托 阿班迪是否认为可以协助撤销一切控诉 这是不是刘特佐的意愿 兰卡巴兴也提醒阿班迪任何刑事的给钱销案都是贪污 阿班迪必须解释是否收了刘特佐的钱办事 而这笔钱是不是一马公司资金 双方又是否曾经谈论可能撤销控诉 兰卡巴兴强调 阿班迪曾经宣称 前首相拿都斯里纳吉在一马公司案中无罪 如今他不应该接触刘特佐 而是应该要求对方自首 兰卡巴兴认为 阿班迪有必要解释清楚所有细节 避免一切揣测 阿班迪有必要解释清楚所有细节 阿班迪有必要解释清楚所有细节